以三代同堂的概念演唱经典的客家歌谣 为庶民的故事六堆齐劳口述历史新书喝彩 平东深耕永续发展协会花了两年时间 记录六堆地区八十至一百岁的齐劳 从进城副职辈来台开垦的清朝记忆 亲身经历日治时期 以及国民政府来台后的故事背景 协会其实是一个六堆的地方团体 为了展现在地人的精神 所以我们打算以六堆的齐劳的生命史 由他们来看自己的历史 然后看地方的历史 然后可能看台湾 从他们的角度出发 因此我们花了两年的时间 然后来到各地六堆的各个乡镇 去进行齐劳生命史的访谈 那这些齐劳都是八十岁到一百岁 是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三代人 那透过这些三代人的历史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从清代的六堆人移民到屏东平原之后 那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 重新衍生了自己的故事 那可能也代表了我们六堆的客家人 在台湾的土地上的一些精神 其实我们在线自己所讲述的内容 看见这些故事呈现在书中 个个都相当感动 负责策划与主编的雪瑞君说 书里有家庭主妇 摄影师 柯云司机等 没有飞煌腾达的俗世声明 但却演绎了属于六堆客家屏东平原的在地故事 而负责采访的小组成员徐菲培 在过程中除了表示受益良多 也笑说跟其老对谈就像在吵架一样 集结这些老人家的故事 把它集结成了庶民的故事 那在访问的过程中 因为其实老人家就是年纪渐渐的大了 其实众听会比较严重 所以我们在访问的过程中 有时候可能会 我们的访谈时间也不能太长 因为老人家可能也会太累 那有些是因为听力不好的话 变得我们要跟他沟通声音会变得很大声 就会很像在吵架一样 对 我们这本书目前是在三民书局上面 网路书店跟实体书店所贩售 那我们协会也有代售 我们协会的代售的专线是零八七七八九三九五 这本书记录了从庶民观点的这个生命史 那非常欢迎各位观众们 就是踊跃来了解一下 在屏東的这个土地上的这些人的故事 透过青年返乡来演示地方故事 不仅是旧时代与新时代的交流 也让大众透过六对故事 看见客装庶民最真实的情感 屏東修不听予相持采访报导